参加展览会的100家越南企业带来了大米、胡椒、肉桂、八角、药果、咖啡、茶叶、蔬果干、春犬皮、面条、粉丝、果汁、啤酒、葡萄酒等产品 这是越南企业参加世界领先食品饮料展览会的数量最多的一次 近年越南企业带来的产品都是越南向欧洲市场大量出口的主打产品 产品结构丰富 包装引人注目 并越来越符合欧美市场的消费趋势和标准 我刚品尝了越南甘果 非常好吃 不太甜 而仍然保留了水果的天然香味 希望这类产品能进入非洲市场 我们共有36家企业参加此次展会 所有产品均符合消费者健康标准 越南驻法国大使丁全胜在展会开幕首日参观越南展位时表示 近年来越来越多越南企业参加巴黎食品饮料展览会 并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市场打造越南品牌 通过此次展会 我们可以看到越南企业具备足够条件 也有能力拓展国际市场 尤其是加工食品 法国巴黎食品饮料展览会于10月19号到23号举行 是全球食品和饮料领域规模最大 最富盛名的展会之一 该展会首次举办于1964年 每两年举办一次 今年法国巴黎食品饮料展览会 预计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的越28.5万名参观者 以及7500家参展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